新台派今天獨家取得一場關鍵會議 直指案情的核心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說 2020年3月17號 金華城發文給柯文哲的陳情信 來談關於金華城的多根中心 但是我們一直以為這是整件事的開始 對我們覺得以為這個是Ground Zero 一切案情從這裡引爆 因為柯文哲都說我們台北市有人陳情 我們要照做 對但是今天發現 蛤竟然在3月17號的7天之前 3月10號下午3點45到4點15 就在市長的11樓準備室 還有一場關於金華城容積正義案的會議 太可怕了吧 我們一直以為3月17號是Day1 對 竟然還有個0號病人 零日攻擊叫做Day Zero 對所以發現案情早在3月17號 之前一個禮拜就已經爆發了 所以這比我們遠遠想的還要更不上 所以整條線都串起來了 本來是想說金華城就一直很想要容積 來跟柯文哲陳情 現在發現原來是3月10號你劇本 可是現在檢方說得很緊 就是跑社會怎麼套 檢方都不去講話 所以安靜到令人可怕 就像暴風雨前的臨近 對 阿伯壓力扛不住 對 連續兩天15號16號 他面對鏡頭都說 趕快來傳我 趕快來傳我 要傳訊我就傳信我 趕快把事情釐清 每天看節目都感覺 我要被抓去關了 阿伯連續兩天都講同樣話 他是在求一個痛快 吳正 對 因為現在柯文哲真的壓力三大 金華城 已經傳了前副市長彭震生 都委會委員8個都傳了 所以現在他想下一步 什麼時候傳到柯文 沒有人知道 但是阿伯表面上要故作堅強 一開始這個說 沒有沒什麼 市長不會對單一個案下指導 他就有人要陳情 他還推給議員陳情 我好像蓋了兩個三個章 剩下就都委會的事情 他想要跟端木正一樣 把事情都往外推 對 推給都委會 阿對不對 所以彭震生奇怪 怎麼他雖然主持會議 可是也是委員都委會同意的 阿怎麼會去找彭震生 會覺得好奇怪 你看裝無辜喔 裝無知喔 但是其實柯文哲心裡非常清楚 因為他昨天8月15號說 約他很正常啦 這也沒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 哎呦效率這麼高 你看有點酸喔 好啦我也是樂見啦 不過事情真相還沒有清楚 不要先隨便扣人帽子 對 大家隔一天8月10號就今天就說 如果司法是公平的 那要傳訊我就傳訊我啊 趕快把這事情釐清 每天看節目都好像說 我要被抓去關了 你就趕快來問我問清楚 他真的一副要上刑場的囚犯 求一個痛快的感覺 對他現在是引刀成一塊 不過少年頭 你要幫我就來吧 來 不要再等我等啊 不要我每天都睡不著了 每天晚上都睡不著 對 所以這種壓力到底什麼時候要來 什麼要傳他 現在把柯文哲逼到快要崩潰了 對 可是為什麼柯文哲心裡會有這麼大的壓力呢 如果他真的覺得 沒有啊 我只蓋兩個還三個 我覺得委員熊義的啊 跟我什麼關係 那壓力也不用這麼大啊 但是正好你剛剛提到一個關鍵了 這個新台派間獨家取得一場關鍵會議 對 直指案情的核心 是 這個關鍵會議 關鍵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到後面 3月17號金華城向台北市政府陳情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說 2020年3月17號金華城發文給柯文哲的陳情信 來談關於金華城的多根中心 這是我們一直以為這是整件事的開始 對我們覺得以為這個是Ground Zero 一切案情從這裡引爆 因為柯文哲都說我們台北市有人陳情 我們一定要造作 對但是今天發現 蛤 竟然在3月17號的7天之前 3月10號下午3點45到4點15 就在市長的11樓準備室 還有一場關於金華城容積爭議案的會議 太可怕了吧 我們一直以為 我們一直以為3月17號是Day1 對 竟然還有個0號病人 沒錯 0日攻擊叫做Day0 對所以發現案情早在3月17號之前一個禮拜 就已經爆發了 所以這比我們圓圓想的還要更不單純 而且柯文哲才是叫陳情人寒送都發局 對 我們都發局會幹嘛 會提都委會演議 欸 這件事情開完會後 所有的劇本就照這個會議走了欸 對所以整條線都串起來了 本來是想說金華城就一直想要容積來跟柯文哲成情 現在發現原來是3月10號你劇本柯文哲自己寫好的柯文哲才是金華城 你就叫他們把方案送到都發局 然後讓都委會去處理嘛 所以柯文哲在一切的起點他的劇本他的指導期就下好了 這個會議有誰 對意思就是說來你就把陳情拿到這邊後面我幫你處理 對 所以3月17號金華城就乖乖的真的來跟柯文哲陳情 對馬上非常快速3月19號柯文哲交辦都發局說查明卓主 來是這個是市長受理市民陳情案的交辦單 都都發局 這一案你們都發局負責了 然後就是市長蓋章 對而且要怎麼處理講得很清楚要查明卓主 韓副當事人要給他一個交代 對這個地方就蓋下去柯文哲市長的籤 他的章就是蓋在這裡鐵證如山 對我們看到都發局看哇市長是交辦下來 市長都蓋章了一定要很快速來處理 所以2020年4月6號都發局非常事項也上一個籤上來 說啊市長那我們就提醒來請都委會來決定要不要放寬容積好不好 是柯文哲也在這邊蓋一個張說 嗯好沒有問題啊 你看這個事情是不是就跟3月10號柯文哲下的劇本一模一樣 太可怕可問題是記得都委會還有專家啊 專家會把關啊 柯文哲怎麼克服這關的 所以看到其實這後面一定有更大的力量 因為都委會在202年7月30號這場關鍵的會議上面 哇這一場會議不得了 跟我們新台派上線一樣精彩 委員通通都大開大合 直接噴了開噴 因為其實被提名為都審委員 你要對你的專業負責 你要對台北市民負責 所以我們來看委員在裡面都講什麼 宋政賣宋廚女兒 還有說呢 本案需要容積獎頁部分 這個合理性公益性還有對價性這樣有嗎 要做更細緻的討論 而且你這個旁邊市民大道還有台鐵的那個鐵路博物館有文化資產呢 你都沒有好好把這些細緻處理 就跟我們要更多的容金 所以宋政賣吃反對意見 對再來還有韓光宗是最強大的反對意見 哇他講的話超級直接真的是開噴不留情 他說申請單位你根本沒有想清楚規劃嘛 就一直叫市府開一張無限期的空白支票 你看的話講到這麼直 想說哇多少樓地板讓廠商自己來填 這個心態根本就不對 對他說個人堅決反對申請人所提出來的方案 對堅決反對喔 所以這個是曾光宗委員 再來哇黃台生這個委員也是大炮型 是嗎 他說你看現在申請單位一直要提出東西 要我們都會突破都市計畫管制規定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有這個權利 意思就是說你現在要違法 我們都委會不能幫你背書啊 他說突破都市計畫管制規定 表示現在規定是不行的 他講即使我們通過搞不好到某階段也會不合法 你看他講得多直 他早就這個委員 他就講這要求是違法的 他就一直知道 就算我們現在讓你過了你這案之後一定會出事啊 對 但是你看哇這些委員就是當烏鴉被換掉了 哈哈哈哈 這些委員之後就消失了 個人的劇本寫不下去怎麼辦 有沒有看剛才這個說這邊2021年9月9號 到了隔年再開都委會最後一次派會議的時候 有沒有曾光宗就這個 黃台生就那個 郭忠銳都不見都已經被沒有被續聘為都市委員 被換掉了 直接起架 所以這就是到底誰在背後諸使 為什麼讓都委會裡面的真正專業的意見 反對精華之城的意見全部消失 最後是大開綠燈讓他違法違下去 現在就是檢調要偵辦真正核心的聖水 好非常謝謝吳珍 請吳珍回來問一下我想問採揮 因為狀況是這樣你們藍跟綠其實在台北市議會 現在算是藍綠合 好藍綠合一起查精華成案對不對 修俗會哇查的瘋瘋火火每天發文 痛載柯文哲 現在狀況是這樣現在出現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們都以為 因為這個公文是柯文 這個陳情信 金華成股份有限公司 發函給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陳情信 是柯文哲的哲求博 連陳佩琦問他他說 沒有啦我們當台北市長有人陳情 我們一定要處理 可是沒想到我們一直以為這是Day1 原來還有個零日公集 Day0 在3月10號在3月17之前有個神秘的會議 裡面主席是柯文哲 柯文哲才是 叫陳情人將方案送都發局 後來我們都委會會演繹耶 真的有這個會議 這個會議是有的 而且在這個會議之前呢 在這個會之前呢 其實就了解啦 金華成早就已經透過很多的人 去跟柯文哲說 拜託柯文哲可以再次修訂都市計畫 要回覆12萬坪的樓地板面積 那個人的等級是里長 議員 這個我慢慢講下來 還是更上面 更上面 還是委員以下 誰會認識這個金華成的董事長 很多人都認識啊 那里長會認識 可是會認識的是一層主管 知道跟認識不一樣 所以是高層的 誰有辦法簽線 柯文哲有辦法認識到誰呢 我先第一說下來嘛 他的這個動作很快喔 好 簽線完了之後呢 金華成也先發文了嘛 發文柯文哲馬上合定 那柯文哲合定之後呢 兩天馬上指示台北市的這個都法局 來趕快辦理 所以就開了幾次的會議嘛 可是在開會這會議當中 7月份有個轉折 7月份因為金華成跟這個台北市政府啊 7月30號 都有被打行政訴訟 對 問題來了 行政訴訟其實是台北市政府贏喔 也就是說台北市政府是有法院背書 今天我跟金華成的問題 我不用給你容積 對 我不用給你 我有理不用給你 那台北市政府有理 可是狀況怎麼走呢 彭震生呢 他就馬上說 一般都市計劃案 可依照都市計劃法定程序 和現有獎勵措施去擬定細部計劃 白話文是什麼 你金華成可以自擬方案提上來 我們用你的自擬方案 我們來去做討論 還有這種事 所以就是彭震生放了一條路 而且是由彭震生自己去指路喔 跟金華成說你們可以怎麼走 你們就去制你一套方案 然後呢我們就再來召開這個委員會 我們大家一起去討論你的方案 所以很顯然嘛 這個方案根本是不合規 不合法的 所以才會有這一些專門的委員 專家學者反對打臉 那最後這些專家學者 通通都消失不見 好問題來了 消失不見 彭震生是2018年擔任副市長 他在之前是哪邊的副市長 高雄欸 應該不是副市長 他是在高雄擔任官員 都發局之類的 公務局 對公務局 如果說按照這個 當時候台北市政府的這一些局數首長 包含當時候另外一位副市長黃珊珊的話 誰會比較熟悉 當然是黃珊珊啊 對 當然是黃珊珊 因為彭震生根本沒有在台北市的脈絡 是啊 他沒有台北市的人脈 他怎麼可能會去認識金華城呢 對 我相信他可以去做功課 懂這些案件 但是要熟悉人脈 誰在台北打滾比較久 對 當然是黃珊珊 所以為什麼這個蔡壁如 她今天也質疑說 為什麼這個覺醒的章裡面 通通都不見黃珊珊呢 那柯文哲就出來說 哎呀各有各負責的部分 當然沒問題 各有各負責的部分 但是我就剛剛按照人脈邏輯來說 黃珊珊絕對她會是一個關鍵人物 所以現在其實也有一個說法是說 柯文哲會跟金華城這麼的熟 甚至之後幫她開路 其實就是因為黃珊珊牽的線 而且松山跟南港隔得靜靜的而已對不對 視頻大到過去一點點就變南港了 嚇死人喔